政府持續的推動垃圾減料 新北市政府也推出了黃金里資收站 也就是由里長來設置資源回收站 只要里民拿了回收物就可以累積點數 兌換專用垃圾袋 其中第一個成立黃金資收站的系列里門里 一年半以來因為成果不錯 在過年前的幾個禮拜 回收量就創下了新稿 民眾拿著塑膠、鋁罐、紙箱等回收物來 在大概檢視之後一一的擺上磅秤 也因為做的夠久 剖專業什麼能收什麼不回收 逃不過法眼也不忘一再的叮嚀 過年後開工的第一個星期二 來到里門里活動中心外頭 和以往一樣每個禮拜二的早上都是這麼忙 只見回收志工早早報到 陸陸續續整理民眾拿來的回收物 細節的里門里自從在前年8月加入黃金里資收站以來 回收量一直增加也吸引越來越多的人加入 在過年前幾個禮拜的回收量更是屢創新高 讓大家做得很有成就感 越收越前線 因為我們做這種事要有心 尤其一邊生活修 更年前修八成幾公斤來說 有差勞我四成公斤的寶雷 寶雷跟大家 都盡量去修的時候 比較不會說黑不堅 還不會製造髒亂還不會被掛到 要分裂 這個要分裂 這個不行 來來來來來 這拿罐頭來 這個沒有收 來來來來來來 清點一下 秤重之後一一的寫在單子上 因為接著要到活動中心裡頭 還有一道程序要做 就是累積點數之後 看看多少點可以換多少的垃圾袋 因為黃金禮子收站真的是垃圾變黃金 民眾說可以省下買垃圾袋的錢 來八九點七要換嗎 八九點七換換換 五公斤兩包 好 好 多少 多少 他做這個 有時候如果沒錢的人都欠一個 那你會覺得很麻煩嗎 不會很好 養成好習慣 只是這些東西整理起來還真累人 才十點鐘 這已經是第三台來載走回收物的回收車 尤其紙類玻璃罐集合起來很驚人 重量可不輕 不過都得靠這些資深級的老志工斑斑抬抬 其中年紀最大的已經八十一歲 還是不嫌累 我們這個志工是 他們都差不多七十歲以上的 從這個已經八十歲了 沒辦法 我就說 攤在那裡頂端 大家頂端頂端 跟他們做一個做顯示 那我心裡做的 沒有心裡做的 八十歲 對 那時候我也要來一直做這個 沒有 義務啦 做義務啦 你還要做這個好嗎 好 就這樣 沒有啦 做得不錯 還不覺得辛苦 沒有啦 在家裡太容易 就是說 反正這裡還會做 還會冷藏 極限冷藏 動作就像運動 那你覺得很累嗎 沒有啦 對環境也好 對 對環境是特別好 因為我們酒的百貨 比較不容易燒到 為了環保付出很有成就感 而在過年之後 算是第一天開工 里長也和志工們商量之後 決定發送紅包 所以當天來回收的民眾 除了有垃圾袋 還會發送紅包 民眾好開心 很好啊 環保怎麼沒有 環保怎麼沒有 今天是不是過年 你中間還有一個紅包 對啊 謝謝 謝謝 好啊 真好啊 對啊 好啊 我們都很乾淨 都整理都很好 李明拿東西來換專用垃圾袋 全民做自收 全民想回饋 也讓民眾做回收 成為習慣 做環保 從生活做起 藉由陳慧玲 細紙採訪報導 好啊